在去年8月份开幕的玉里假日市集 每个星期六日下午3点到晚上9点 会有最精彩的玉里各式的摊位市集 而业者表示说 这个10天的过年年假呢 跟随着疫情慢慢解封了 人潮特别多 全潮也跟着来 天气冷松松 不过玉里的假日市集三点 开始时间一到 还是可以看到满满人潮 过年年假的最后一天 还是有民众把握出游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玉里假日市集在去年开幕之后 又受到波及 不过有业者说 今年过年有感受到疫情后解封 民众都出来玩 2022年8月开幕的玉里假日市集 在每个周休6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9点 评问最道地的玉里滋味 业者说这次过年 年假10天因为疫情解封之后 人潮特别多 前潮也都跟着来 市集有在地美食工艺创作 特色农产以及夜市美食等摊位商品 公所说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完全悠闲 放松的假日午后以及夜晚 让游客都可以在旧址 为当地玉里国小 哈哈桥的桥头驻足 逛游 同时也向大家分享 玉里人最感动最珍贵的旧食记忆 记者高双双玉里震采访报道